大家好,今天是1月9号下午1点20 昨天留一大姐有小土豆求助电话 今天又有小土豆来打这个求助电话 应该是找到了那只狗 我们现在是前往庄纳街 那个小土豆正在等着我把那狗接回来 我要怎么进去 这是不是又买票啊 打电话吧 喂,喂,你好,你们在哪里 你好,你好,你好 现在我们在家后面 行行,我现在进去 看来 看来我要进去了 人好多啊,再打电话吧 喂,你好,我在哪里 我进来了 走路 这么多了 喂 你看 现在走鬼,我一直走鬼 看到你完了 看见了 让不让他人抱 人抱吗 咋的吧呗 你看这耳朵这个旁边有写字 他是载着流浪的吧 嗯 跟那那个最里头那个角落蹲着呢 那交给我们吧 我现在都在区医院 你放心吗没事 你 就在外面了啊 我们要我我打车 我打车来的 他有他他好像不太让其他人抱 我男朋友抱不了 是吗 那那我我试一下吧 还问 他乖还是挺乖的 他在乖啊 他在乖啊 感觉他脚已经僵掉了 他可能就是冻坏了 他自己冻坏了 冻了好几天了 嗯前两天有个求助 应该就是这只毛孩吧 哎 你要你们进来玩呢 哎不要不要不要 我我你们玩吧 我带他看医院行了 我以为不录视频的话 身上 身上我检查过的都还好 我也是宠物医生 啊你宠物医生啊 我去南川那边的 我回来到这边 你们是湖南的吗 他是湖南的 我是江西的 但是我在南川那边工作 然后刚刚在玩嘛 哎你上抱一下 其他身上的话都还好 可能就冻坏了 吃东西还会吃 走动什么都挺正常 然后这边是有个血 耳朵也是挺正常 但是 这耳边扎了一点血色 到时候你们再自己检查一下 或者把毛剃一下 看到这个耳朵 就是今天也有一点血色 不知道是他的 还是拿你的 应该是昨天那只狗 昨天有人给留意大姐求助 说有个小狗 在这边的话 看着 就是要驱从 看这一边 不知道是粘的 还是给泡澡之类的 好 不然你们回去 对它好一点 可能都坏了 感谢 感谢就是可爱又善良的你们 关注他们 谢谢 大老远来哈尔滨救助流浪狗了 不忍心啊 坐着 男的 你看 你看 我们跟你一块 没有没有 我我抱着想你们玩吧 抱的好吧 没事 我 我怕你不得好抱着他 没事 我一会儿手一会儿录完视频就行了 哦 那行 给他 给他抱抱抱着吧 那那我抱着走了 对 非常感谢你们来到哈尔滨 我就我就我就怕他丢了之类的 不会 交给我了 一会儿可以关注我们视频 嗯 好 我现在要去愿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到哈尔滨 拜拜 这是一个 这是可爱的 可爱的小姐姐和小哥哥 来到哈尔滨还不忘救助流浪狗 找到你了孩子 走吧 我带你去医院 我们怎么这会儿呢 哈哈哈 是真热闹啊 将边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家乡 哈尔滨 快到了啊 快到了 宝贝 那感谢 然后的小兔童们救了你 真冷啊 不冷啊 看孩子困 看睡了睡了 宝贝啊 马上到了 嗯 看ою 看 南方的好心 请放心 我现在送了毛孩儿 到那个 我们的乘务院了 来 来 来 从来把脖子那块毛剔下 检查一下那个伤口 他耳朵就出血了 孩子还得子 害怕 疼疼疼 宝贝别怕疼 你怕疼 给你看病了 你怕疼 宝贝啊 你怕疼 宝贝啊 宝贝慢点 再伤个药 中文字幕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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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啥事 你眼睛你手都刮坏了 人家跑了吧 那儿流浪 刮成体子上刮啥事了 没事 没事 这上上药 这上下流浪吧 是谁家丢的毛还联系我们哦 对是我们来放小土豆就的 上点药 宝贝有给你拿吃的 给大家看看 这都是我们最近旧的毛孩们 很多的故事都没给大家发了 等慢慢讲述他们的故事吧 这三只都是 这是这两天我们接受的 孩子们 有的都穿衣服 大家都能猜到他们 他们是被抛弃的 哎 可怜的孩子 拜拜 那谢谢南方的小土豆们 人们也心善良 想来旅游 还别忘了救助流浪吧 来孩子吃饭喽 一起挂挂 小白 吃饭喽 这儿呢 这儿呢 快过来 行啊 这儿呢 来 别害怕 这儿去拿 来 走 吃这儿吧 那不舒服 现在 还不舒服 这儿还跟着你走 现在孙奈 你不舒服 要舒一舒服就好了 她是个男孩儿 爷们儿 小爷们儿 爷们儿让那南方小土豆给救了 哈哈哈 他们要回到救资站了 是不是 谢谢孙奈 回家吧 感谢南方旅游的 来旅游的好心 小土豆们 来旅游还不忘救助流浪狗 谢谢你们 谢谢 没想到救助战 会有 有 有时候也能帮上你们 非常感谢 谢谢